蓝纳斯克提闹得沸沸扬扬 随着政府宣布 有条件延长营运执照半年后 储存水利率净化固体废料的处理问题 成了最大忧虑 彭州务大臣 纳杜斯里·旺罗斯迪证实 蓝纳斯公司至今都还没有派人 跟州政府讨论 新建永久废料储存槽的地点 不过一旦收到申请 州政府将会优先考虑 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彭亨州务大臣旺罗斯迪 今天在州议会回答 士满目州议员李建聪的提问时表示 州政府还没和莱纳斯 讨论永久废料储存槽的 五个建造地点 如果有讨论或申请 州政府肯定会优先考虑 人民的安全健康问题 绝不轻率 与此同时 州政府也会参考专家的意见 从各个角度来审核储存槽地点 毕竟莱纳斯稀土厂是数十亿令吉的投资 不是几百万令吉的投资项目 因此州政府会谨慎把关 旺罗斯迪也提到 在革宾工业区运作的莱纳斯稀土厂 是由前朝政府引进的 现在需要等中央政府的答案 因为州政府缺乏稀土专家 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意见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